我叫李君雄 有人叫我Leo老師 我來崇基都有六、七年 很多時候,神學生進來讀神學 都有一個浪漫的想法 就是我可以拋下所有東西 上山去學藝 但事實是,這個世界是會追著你的 亦都有很多的要求,很多的需要 你都可能會回應很多不同的事情 好像疫情,或者社會的狀況 所以神學生的生活 不是拋開一切東西來收到 神學樓是崇基學院的其中一個宿舍 我作為社監,我就要照顧這班的宿生 神學樓的特色是神學生和大學生 管科生是一起住的 所以不僅只有神學生 關上門來講神學 亦都可能會跟大學生的關注 他們的想法來有很多交流 崇基學院神學院的住宿安排 如果你是未婚的 而你是讀MDIF 或是全時間的課程 其實我們都要求你住宿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群體的生活 都很重要 有很多細微的東西 你會發覺在宿舍才會學到 例如你的房間 是一個本科生 工作到三間半夜 你是不是會陪他一起三間半夜 還是你睡覺的時候 你又怎樣叫他關燈呢 很多這些小問題 其實都在磨練我們的性格 以及我們做人處事的方法 對於將來神學生畢業 在教會侍奉 這件事其實是很重要的一種訓練 抗爭文學不是現在才有的 其實一直以來 猶太人所面對種種的挑戰和困難 都是跟帝國壓迫他們很有關係 所以他們的聖經 他們的寫作 都是在回應當時的處境 當在這樣的壓迫 在帝國、在強權、在強國的威脅下 我們不能夠自主的時候 我們又如何忠於我們的信仰呢 其實我剛才說的 那個resistance literature 正正就是告訴我 以色列人在種種的挑戰困難當中 是如何堅持他們的信仰 堅持他們跟上主納約的關係 適見博人 如果從一個舊約研究的角度來說 我經常說fusions of horizon 即加特麥爾所說的視野融合 適見正正就是要擴闊你的視野 或者將你的視野跟古代 聖經或者不同人的視野作出融合 你的適見才能夠擴闊 才可以回應當下不同的處境 大家峰吧 更深入的視野 幸好 我們おわれ 我們他們一面 成功夢的 還有幾乎 如果我們可以按照 我們可以按照 別人 我們可以按照 我們可以按照 一下 我們可以按照 就能讓我們 一秒的 按照 eko 我們可以按照